金融市議員趙浩漢以今年引發爭議的超跑嘉年華活動為例 明年市政府還要編列更多經費舉辦 但是許多建設卻喊說沒錢停擺 將有錢辦活動沒錢做建設根本是自打嘴巴 活動委辦費跟去年相較之下 新增了超過一億元 而且這一億元是散落在我們各個局處的一個裡面 但是我想要詢問的是 這麼多的活動的一個委辦費 真的能為基隆創造出更好的一個價值嗎 我想過去市長你也正在新聞媒體大肆的宣揚 其實基隆的財政狀況並非相當的一個好 包含許多的一個城市預算 包含捷運 之前提過市政大樓甚至停車場 還有一些森林運動公園的相關的整整的預算 是否是沒有足夠的預算來做相關的一個建設 然而這件事情讓我覺得不禁非常的懷疑 難道我們基隆市是有錢辦活動 但是沒錢做建設嗎 市議員吳化家也質疑市民引頸期盼的道輪 森林公園因為市政府喊沒錢而終止 現在需要編2300萬元 在航廠設置臨時性的摩天輪 明年還要花錢買鴨子船 到底謝國良市長知不知道市民真正要的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今年辦的超跑嘉年華 我們還有要辦那個雙城巴士的那個購買 採購案 結果呢 明年還要買鴨子船 明年還有好多活動要辦 可是今年好多事情在問的時候都說 我們的建設經費預算不足夠 市長你有自己看過這些預算嗎 你有沒有自己看過 有 那你知道我們有這麼多的建設是欠缺經費的嗎 你一定清楚嗎 為什麼 因為你光是大五輪森林運動公園 你就告訴我 沒有這樣子的經費預算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基隆 我們安樂區近年來最大的建設案 將是在你的施政計畫裡面 我身為一個安樂區的民意代表 我沒有辦法跟 市議員陳軍佐哲批評超跑嘉年華活動結束後 路面胎痕卻由市政府以公堂 幫廠商擦屁股沒有道理 他還送給謝國良一雙藍牌多 期許市政團隊不要像處理營養午餐中毒事件一樣 拖拖拉拉 這半年來 我發現你無心在這個市政 就像營養午餐事件 發生半年之後 發生狀況之後 才開直播 才要走入基層 整個市府團隊在你的帶領之下 拖拖拉拉 所以我要送謝市長一份禮物 就是這送藍白拖 我希望謝市長 您能走入基層 了解民意 對此基隆市長謝國良回應表示 規劃辦理活動 就是希望打造基隆成為北台觀光城市 相關市政建設也不會因此中斷 我們基隆要變成一個重要的 台灣 尤其北台灣 大家一想到就是北北基陶 一千多萬人 都會想要來的觀光城市 那我想我們就是要來辦活動 然後要找出有我們的特色 所以包括明年是清法戰爭 一百四十周年 那我們想把這個 大家所您過去有關心的 超保嘉年華 我們把它變成電動車產業的一個相關活動 然後改到比較不塞車的西岸 然後再加上老哥經典 今年這個反應也不錯 那港警兒童樂園是我自己希望要做我們城市名片的 因為您看到不管是釜山 橫濱 台廠 美國 就是重要的港口海洋城市都有一個樂園的一個景象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歡樂 不過民進黨團還是要求謝國良市長應該把錢用在正確的地方 發揮最大效應 不要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才不會讓基隆再走回頭路 記者 張琴燃 參訪報導 真的很適合 本來 würde 大飛機 有 trabal 不是 在李懿 手